朕知道你喜欢吃银丝面 所以一早呢 让人做了送过来 今儿个呢 朕就陪你吃碗面 长长寿寿的啊 长寿是好 要是变成老婆子 皱皮拉搭的 有什么趣儿 你老了也好看 那更怕人 不变成老妖婆了 你没生气就好 朕昨夜去贵妃那儿 把你给放下了 贵妃身子不适 皇上陪她是应该的 贵妃身子不适 自己还闹心呢 一直跟朕说 要抚养永皇 就她那身子骨 永皇现在正皮着呢 她何必一定要 把她带在身边呢 膝下五子 贵妃怕是寂寞 她寂寞 你不寂寞吗 臣妾当然享有 自己的孩子 身体自然吧 你那簪子挺衬你的 这定是皇上的新花样 素来花开病地多是莲花 便皇上选玫瑰 玫瑰艳丽多刺 都说不宜做配事 朕却偏偏要选了送你 玫瑰多刺 皇上是拐着弯说臣妾的不是 玫瑰花是多刺 让人忍不住要摘 多惹人爱啊 皇上吃得顺口 睡得香甜 左左右右 何气甚心 就好了 如意啊 你这儿朕虽然 不是天天来 但朕的心里 时时惦记着你 每次到你这儿来啊 朕的心里 总是觉得平静了许多 是臣妾的生日 臣妾有一心愿 还想借皇上金口 成全了臣妾 朕与你相伴多年 不管你想要什么 尽管对朕说吧 不管臣妾说了什么 不知天高地厚的话 也请皇上成全 只要你不让朕 封你为皇后 其他没什么难的 臣妾的心愿 跟臣妾无关 干系皇上 先帝驾崩后 留在紫禁城的嫔妃 皇上悉数加封 迁入寿康宫一样天年 在行宫的嫔妃 也有皇后娘娘安养着 臣妾想 活着的得以奉养 去世的就不闻不问了吗 还请皇上 顾念她们侍奉过先帝 没有名分地加以追封 以表孝心 你说的人是 先帝在热和行宫的嫔妃 李氏金贵 有些人哪 心里可以挂念 但不能说出口 可是李氏不一样 李氏不过是先帝她 一招林姓的宫女 从未给过名分 如何追封 李氏对社稷的功劳 皇上心里一清二楚 只是大清有功之人 多于过疆之计 也无需一一包扬 但请皇上 看在先帝的份上 追封李氏为太贵人 迁入先帝妃林 也好顾全她的颜面 擅自追封 先帝未曾给过名分的人 皇上娘会生气吧 只是追封太贵和太贵人 名分无需太高 尽一分心意就好 也好过李氏的陵墓 远在热和 荒草斜阳 孤焚寒烟 备受凄凉 如果这么做的话 会让人揣测 朕和她的关系 先帝生前说过 朕是扭呼噜式的儿子 皇上当然是太后的儿子 所以家封旁人 只是太平和太贵人 臣妾明白皇上心中之苦 想让皇上舒坦些 今儿个是你生辰 早些休息吧 皇上 为什么要向朕提出这样的心愿 为什么 皇上 皇上息怒 臣妾的姑母是大逆罪人 不容于先帝 也是草草葬了 臣妾只是不希望另外一位至亲 如姑母一般无声无息 连该得的名分都没有 皇上 今儿是您的生辰 皇上怎么去了海长在那儿啊 今儿是您的生辰 别收拾了啊 阿若你下去 是 索性留下 久没伺候朕 规矩都忘了 臣妾有罪 只是 今天是贤妃姐姐的生辰 皇上到臣妾这儿来 有什么不合适吗 臣妾这里略为简陋了一点 还是皇上要不要去皇后娘娘那里 臣不想住这阴汐光 去把暖哥收拾一下 今天我睡那里 可皇上好不容易来一次啊 今天是姐姐的生辰 我若真是寝了 我成什么人了 就算您睡了暖哥 也没人明白您的心 都以为今夜您是了寝 我是为着姐姐 也为了自己 要别人懂什么